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歡迎來到半精靈英雄 我們今天呢,一樣繼續我們的任務 那我們上一集呢,去了那個殭屍 應該是那叫什麼殭屍島,有點忘記叫什麼島了 打爆了那個兩個很可笑的伯爵 然後已經幫了我們的爺爺 我們的爺爺呢已經,不是爺爺啦,怎麼每次講爺爺,鼠鼠 咱們的鼠鼠呢,現在還欠缺一個零件的樣子 對,我們後來是要拿這個殭屍倉鼠跟鐵塊 殭屍倉鼠跟鐵塊,我們待會應該可能還要再去一趟這個古堡 我剛剛看到碧蘭騎士在雜貨撲裡 雜貨撲? 喔,這是必然騎士喔,怎麼長得那麼奇怪啊 我是必然騎士 你,你是悲鴻騎士派來奪回王者頭士的嗎? 我不會白白交給像你這樣的傢伙呢 什麼鬼東西啊 不過,如果你能滿足我的要求,那就另當別論了 你這句話聽起來色色的喔 給我一把用小猴子的眼淚浸泡過的斬手刀 蛤? 蛤? 要得到我說的利刃,你可以潛入海洋之中的深處 進入惡臭下水道就會到達冒險家挑戰你的地方 如果你成功地戰勝了他詭計多端的腦力競賽 並在夕陽沉入大海前把斬手刃交給我 那王者頭士就是你的了 你是在說啥? 我搞不懂他到底想幹嘛 他講的讓我已經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了 好吧,我們現在的錢幣也不夠去生這些有的沒的 好吧,我們現在呢就... 這什麼... 欸? 這不是... 婆婆嗎? 可愛小姑娘 隨地奶奶,欸對啊 隨地與奶奶,我的孫子都去看電影了 你是不是覺得我的帽子看起來很老派啊 孫子們都說我需要換一點新的 我不確定,但新潮一點會更好吧 你能在幫幫我嗎? 幫我找一點好看的帽子 我在這裡等你的 哇哩咧 大家都要找我幫忙就對了啦 好啦,不管了 我們先去截一下我們這個畫廊的門齁 我想拿了兩把還是三把的樣子 把它全開好了 這個設定級做得不錯 我可以 正! 美翻了 Beautiful 這是誰 這我知道是誰 可是我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這都是... 都是粗畫的草稿的樣子 不錯啊 穿Beginia鎮喔 正! 可以 神...神...神座 已經是神座等級了 這都是... 概念...藝術的概念圖啊 概念的藝術 好,大致上看一下就好了 其實不是很重要啦 還可以再開嗎? 我靠,鑰匙怎麼那麼多啊 可以 好,非常棒 這什麼喔 這是第一關的那個樣本是吧 哇,這裡還有好多種版本喔 這個版本看起來好清秀喔 不同版本的箱體 不錯喔 好了,看完了 抱歉,我只輕輕鬆鬆帶過 好,開完了開完了 好,我覺得我們該做的都做了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要去哪裡 這個...這個...水滴魚媽媽要帽子 恩... 我們再看一下 又要去城堡 用飛行能力去拿 知道了 好的 再去一次 殭屍城堡吧 飛行能力飛上去 那而且我們試試看 雖然不知道用途用在哪裡啦 總而言之試試看就對了 你看這個 我們差一個這個 蘇...流蘇陣全部都解完了 差一點點 他這個只有兩個問號啊 應該是非常的簡單 Ready 原來如此這般 這般如此 耶 第一次到底囉 登登... 唉唷 新能力喔 蝙蝠生啊 可以幹嘛 變錯了 抱歉 恩... 完全沒有任何提示 蝙蝠... 生... 那... 當蝙蝠型態下 用他來照亮黑暗區域 黑暗區域 可能等一下才有用吧 才會感知一下周遭 周遭有什麼東西之類的 恩... 阿波... 阿波... 欸阿波在這裡喔 原來這個是他們上一集說的那個阿波喔 你好小姐 這座城堡完全不會讓我感到無聊 不可思議對吧 恩... 對我來說是有點可怕啦 不會阿 我可以遇見自己定居在這樣... 在這樣的地方呢 恩... 聽起來有點煩惱了阿波 是啊... 就是我的寵物 喔... 他說那個殭屍倉鼠喔 完全不適應這環境喜歡跑來跑去 這怎麼說呢 他可能會迷路或受傷 你懂的 我真的希望他能夠有一個舒適的家 能快快樂樂的活潑亂跳 我知道有個地方 有個好地方 真的 交給我吧 我靠還真的咧 那我們現在插鐵塊了 有沒有這麼的容易阿 欸... 這裡哪時候有一個箱子阿 欸... 這裡怎麼會有幽魂 欸...好...好屌喔 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會召喚幽魂的箱子耶 哈哈哈哈 這可能是... 剛開始玩...打第一輪的時候不會出現 然後第二輪才會出現那種... 那種... 那種敵人 那種敵人 Jump 啊...沒了...就這樣...可惜 我還會給什麼東西說 喔...這怎麼那麼遠阿 唉唷...原來這裡有寶藏阿 天阿 一顆愛心 看一下這個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 唉唷... 這是誰阿 恩...沒看過這個人阿 嘿女孩 我是冒險家 你也跟我一樣是冒險家嗎 喜歡遊戲嗎 我有個遊戲 開始囉...好了 再再看 齁...是屁屁 不是...真訊 聽者在公安小 既然你千里條條來到這裡 我就告訴你吧 我要送你這把閃...閃手刃 這是不久我從前... 痾...必然騎士那邊偷來的 眼淚浸泡過可是很危險 他到底是來幹嘛的阿 這是什麼遊戲中的彩蛋嗎 沒來由的居然給我一個... 給了給我這把武器 這根本就只是為了要讓我來到這個地方 把那把武器交給他 完全沒有邏輯可言阿 恩...這個居然可以往上阿 唉唷... 喔...哈哈哈哈 太丟了吧 這什麼 瀑布聖物 這是可以幹嘛 瀑布聖物是可以做什麼阿 變身... 當變身為水中型態時 可以按...上... 喔... 可以爬瀑布喔 這麼大一劑阿 給你給你給你 性感奶奶帽 我覺得這不用講就只是給水滴... 水滴奶奶啦 水滴奶奶我來了 給你這個 然後你要給我什麼 交換交換 呵呵呵 性感奶奶 我的座右銘 這敵帽子讓我想起了青春時光 如果你知道我指的是什麼的話 呵呵呵... 一帶上去就變了 人魚泡泡 該不會是可以拿來... 該不會是可以拿來打地底的... 地底的那個岩石 那個海底的岩石吧 想必就是這裡了 想必是要打地底的... 是不是... 差兩個 水 水 欸? 要用瀑布喔 上! 唉唷真的上來了 太厲害了吧 好一個愛心 終於知道怎麼解了 漂亮啦 耶!我終於可以過去了 非常棒 接下來就是一整個很長的 很長的路途了 唉唷!差點掉下去 嚇死人了 喔!這個箱子好大喔 畫廊鑰匙 4 嘿! 把你咬掉 嫩 欸?這裡?這裡太快了吧 阿! 靈老師! Oh my gosh! 喔!終於 可惡 不要再掉下去了 YES!終於過來了 太棒了 黃天不復苦人心阿 唉唷!這邊也有 有 要小心一點 唉唷!過來了 再掉下去我媽的哭給你看 我在幹嘛 嘿嘿嘿 迷宮喔 喔!到左邊就出去的路 好!這邊一個 終於終於 什麼東西 一顆愛心 為了一顆愛心 如此之辛苦 唉唷!一顆螺絲 廢金屬 我們還差兩塊 欸?這是哪裡阿? 唉唷!第一次來到這邊 酷喔 靠北喔 哈哈哈哈 有點難 不是我說 應該先到這邊來 然後 用我們的蝙蝠飛過去 簡單一點 唉? 唉唷! 這邊過不去 唉唷!我玩到沒命阿 哈哈哈哈 幹!都這樣子沒關係阿 阿!我想大概知道這個怎麼過了齁 他這個呢 應該是用蜘蛛 用蜘蛛過這個關卡阿 我都忘記有蜘蛛的存在了 怕我在那邊思考半天 原來是用這種方式過阿 用這種方式的話就簡單多了阿 你看一下這個地方 齁!蜘蛛吃 齁!就直接爬過來了 完全沒任何壓力阿 哈哈哈哈 我還在那邊想老半天 都忘記蜘蛛有倒掛金鉤了 我的天阿 齁!這邊也是蜘蛛阿 唉唷!沒有沒有!這不是蜘蛛 用我們的鳥人 對不對 輕鬆多了 天阿!終於過來 拿到東西了 這什麼阿 資料晶片 這什麼東西阿 我就知道 欸!骷顱頭 等一下再回去拿 這是什麼 鐵塊 欸!我拿到鐵塊啦 可以接下去的任務了 可以接下去的任務了 我踩 可惡!無關緊要的東西 搞得我這麼辛苦 哈哈哈哈 來吧 白癡嗎?自己掉下去 就是這裡 啊 打到什麼 鑰匙一把 欸! 終於有了 哈哈哈哈 新道具 紅之石 感覺鳥鳥的 編輯紅寶石可以變得愛心 好的 欸這邊有一朵花 水 喔!廢金屬 這邊好像就用到螃蟹的能力的樣子 你看有瀑布有沒有 用瀑布衝上去 哇尷尬了 我不能有 哈哈哈哈哈哈 NO 這只用人魚 欸!可以先飛上去嗎? 先飛上來看一下好了 好!結果沒有路可以走 這邊什麼都沒有啊 奇怪 喔!再往上衝 三選一是不是 這個勒衝下來 這邊沒有功能 右邊這個有沒有功能 應該是沒有 喔! 果然! 選一條是吧 所以我選這一條 這一條也不理 也不理我 就只有這一條可以有用而已 有了 恭喜收襲 這個 應該這邊有東西 我印象中有 對!就是這裡 超黑的 我們有感濕能力可以飛耶 可以大概知道落地點在哪裡 唉唷!唉唷! 哈哈哈哈!死掉了 好吧!那大概是 落在 這邊 其實這不容易耶 其實這不容易耶 你知道那種平... 你知道那種平感覺 平感覺在玩的 這差點撞壁 這隻慢慢飛了這樣 不會撞到東西不會 慢慢飛慢慢飛 別撞到 別撞到 可以知道的是 只要有壇子的地方都是安全的 都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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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 入手入手了 蜘蛛獨一 可以幹嘛 當下 蜘蛛型態 可以對敵人噴強酸 啊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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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恰!啊恰! 嗯...這招到底是有用還是沒用呢 嗯...這我就不得而知了 欸!該不會是這個吧 哇靠 這個也太不...太不顯眼了吧 我的天啊 一顆愛心 我要的是螺絲不是愛心吧 欸!這邊有一朵花 誰會知道這裡有一朵花 螺絲在這裡啊大大 哎呀我的天啊 找得好辛苦啊 我終於可以回家了 嗯...這個都有了 只剩人魚瀑布了 去看一下人魚瀑布好了 欸不要射我 拜託 啊!這樣還穿得到 真是厲害 I fool you 這邊 天 居然在這裡這麼的簡單 唉...我們找了半天 居然找了半天 啊...鳥腰力爪 得手了 啊...終於終於 是最後一樣道具的 可以在鳥人形態使用攻擊 哈哈哈哈 射羽毛是吧 射...射羽毛不夠 射羽毛太多了對不對 射羽毛不夠 終於收集完畢了 我們可以走了 終於收集完啦 看一下 有了 欸不對 這裡居然差一把鑰匙 怎麼可能 好 這邊還有一個 希望我懂得大象 來吧 終於終於 啊... 鑰匙入手啦 啊...應該是沒了吧 終於 我們可以離開這裡了 太棒太棒太棒 喔...東西全部都收集完畢了 我天啊 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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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全部收集完了 看起來非常的愉悅 太棒了 我終於收集完畢啦 我的天啊 好啦我們接下來呢 準備 把我們的東西都交給我們的叔叔吧 都收集完畢了 叔叔 我幫你找到鐵塊還有倉鼠殭屍啦 好極了 來給我吧 小心哪 交出了殭屍倉鼠 交出了鐵塊 他和我的機器非常適合 現在我們只要把這個鐵塊 醜鐵塊融入到我們的倉鼠輪的模具 然後小心的把我們的毛朋友放進去 接著把倉鼠輪安裝定位 好 成功了 像這樣搞定 發電機完成 成功了 做過什麼了嗎 沒有 你來的正好 大家為過來吧 讓我們啟動看看吧 終於啊 我們準備好了 叔叔 我希望他會爆炸 開始吧 終於啟動了 目前為止一切順利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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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要爆了喔 失敗了喔 唉唷 我不喜歡這種狀況 也許你最好把他關掉好叔叔 太危險了 小心 哇這什麼 唉唷 為什麼我突然 我被困住了 我們該怎麼做 我關不掉機器阿 啊喝喝喝 誰在笑 嗯哈哈 唉唷 居然是你 居然是你這傢伙 看看你那副可憐的樣子 一群傻瓜 這是你幹的是不是 要是你傷害我的小子女 我就 就怎樣阿 再造另一台機器來阻止我 你這是個老蠢貨 你以為我會心甘情願抵 歸還設計圖嗎 你 你掉包了設計圖 沒錯 你一直都按照我的 規格的建造機器阿 你的設計從一開始就有缺陷 你的設計從一開始就有缺陷 的確 你的發電機能夠產生大量的電力 但作為副產品 啊 副產物 它每轉一周也會產生龐大的負能量力牛 所以 我只是更改的設計 把那個負能量轉換成 黑暗魔法 所以說我要黑化了嗎 啊 啊 我被電到現在還 酥酥馬馬的秘密上傷 啊 哇 我變了 顏色都變了 為什麼 當然是實驗阿 如你所見 我成功逆轉了小矮子的魔法 我已經從她的善良 把她從善良變成了邪惡了 你這惡魔 放了她 哈 我可沒打算抓她 小矮子已經達成了她的使命了 接下來我要改造發電機 來產生大規模的黑暗魔法 你看 雖然我能 雖然我認為能腐化一半 一個半精靈的力量很不錯 但為什麼要滿足於此呢 好 他把他帶走了 我可以使用這台機器來逆轉魔法即興 整個精靈國度的即興 整個精靈國度都變成跟我一樣黑化是吧 不可能 不再是不可能了 感謝你們大家了 我應該跟著半精靈丫頭說聲再見的 但因為那些邪惡魔法 流片她全身 哎呀呀 她現在可是你們麻煩人物啦 掰掰囉 好 就這樣走掉了 哇 我要徒村了嗎 你這個毫無人性的惡魔 喔 別管她了 香體怎麼辦 她真的變成邪惡了嗎 香體 你能聽見我的聲音嗎 哇 好一個魔性的笑聲 如此 驚人的 力量 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又能做什麼呢 我知道 你們可以做什麼 嗯 全部都問號 你們可以受苦 哇 你看我黑化變超屌的 這個表情 你們可以像個可憐蟲一樣 蠕動掙扎 哇 好中二喔 神力勇 與永恆的痛苦 和折磨中被遺忘吧 求勞吧 為你僅有的生命求勞 小心 喔 然後接下來才是真正的遊戲 即將開始 屠村 準備屠村了嗎 這個笑聲實在是 而且她連動作都變了欸 可惡 不會扭 不會扭腰擺臀了 我能感覺到 黑暗正在擴張 我的力量正在增強 還有你 欸 居然有第二個我 不要這樣做 那這次最真我 你太弱了 輸的感覺怎麼樣 讓你的朋友和家人 徹底失望的感覺怎麼樣 求求你 大家還要依靠你 不 就此結束了 在這黑暗之中 沒有人能救你 不 你毫無勝算 永別了 住手 你 你是怎麼進來的 真可憐 香蹄 聽我說 是我 天天 從有記憶來 我們是最好的朋友了 我知道你現在很混亂 被那個黑暗魔法包圍著 但你必須反抗 想起真正的你 找回你忠誠和誠實 爭脫黑暗的束縛 必順從自己內心吧 哇 用愛發電嗎 我會我會 原來是用愛發電 我懂了 該不會真的每個人都要來一輪吧 哇 你很會扭 我很喜歡 想提 我知道我是個糟糕的朋友搞砸了很多事情 但是我想讓你知道我始終都相信你 你總是對所有人都很體貼 即使像我這樣別人都畢之唯恐不及的人 想起真正的你 找回你的善良和同情 爭脫黑暗的束縛 並順從自己的內心吧 又實在用愛發電 登登 用愛發電 換下一個 現在大家就在輪流就對了 好吧 菠蘿 湘提 你在這裡啊 聽我說我只知道你 因為體內的黑暗魔法變得奇怪 但你的束縛真的很擔心 我們都很擔心你 我知道你絕對不會放棄我們的 所以我們也不會放棄你的 啊 友情的忌憑 老梗 呵呵 想起真正的你吧 找回你的力量和勇氣 醒來吧 醒來並反抗吧 啊 然後心裡就想說 不 我還有我們的夥伴人 然後就突然就束醒了有沒有 登登 哇 該不會就這樣醒來了 啊 真的餒 可惡 沒辦法使用黑魔法 本來想要大肆破壞的說 難過難過 結果他叔叔沒有參與進來 欸醒來勒 嘿嘿嘿 怎麼 發生了什麼事 Where am I Where am I 我們叫你叫好幾個小時了 你看你們三個剛剛在這邊叫好幾個小時 也太屌了吧 你還好嗎 我怕你還會 噓 給他一點時間回神 你感覺怎麼樣 我想應該沒事 你剛剛被黑暗控制了 對不起 我是我的錯 不叔叔 是我的錯 我早就知道精靈國度有危險 我想成為英雄拯救大家 但是 我卻想 單靠自己的力量做到 我猜在內心深處 我仍然覺得我 我得彌補自己另一半人類的不足 但要不是人類朋友的力量 但我肯定迷失了 我害你們陷入這麼大的危險 對不起 我們很高興你回來了 而且恕我冒昧 我開始覺得你另一半人類是你最強的部分 為什麼 嘿嘿謝謝你叔叔 唉 唉 地上這是什麼 哈哈哈哈 為什麼你獲得地圖也要這樣子呢 唉 這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還蠻 蠻突兀的 肯定是 肯定是歷斯奇 偷走發電機時候掉的 這是他計畫攻擊精靈國度的地點 沒有時間浪費了 我們得抓住海盜女王 哇哦別急啊 是啊 我們對他的計畫一無所知 你可能會掉入另一個陷阱的 他們說的沒錯 這時候需要點耐心 他曾說他要改造機器 而且我們知道他知道的只有四個零件 如果我們關於他打算如何改造那些部分的線索的話 我們就能創造裝置來反制他的計畫 但是叔叔 我們每拖延一秒 歷斯奇就會腐化整個精靈國度又更進一步了 如果我的媽媽真的在那裡 這可能是我找到他的最後機會了 他媽媽 他媽媽是誰啊 當然你說的沒錯 嗯 你現在可以去對抗利騎斯了 歷斯奇不知 或者尋找線索 任何如何選擇由你決定 如果你們人有走到什麼線索 無論多麼細微 馬上把他帶來我的工作室 明白嗎 說到 沒問題 我們準備 我們讓板仔 我去讓板仔準備好隨時起碑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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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斯奇也許戰傷的風 但我們還沒結束呢 哇 居然黑化了 這是誰 你不是BOSS嗎 你怎麼來了 總而言之 這個現在應該是最終戰了 那在最終戰之前 那 我這些相關道具地 基本上全部蒐集完畢啦 還有這個畫廊待會有時間再去開吧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剛剛拿到的 總而言之呢 我們這些道具蒐集完畢之後呢 可以開啟好結局 但是壞結局是什麼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呢 我只知道 這個 這些道具蒐集完畢可以促使好結局 不過呢這個我們下一集再來進行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 半精靈英雄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集資訊息